廉政公署去年10月檢控前特首曾蔭權後 最新數字顯示廉柱接獲貪污投訴 經歷連續四年下跌後止跌回升 接近2,800宗比前年大增1,8% 可追查投訴更加上升2,5% 廉政專員白穩六在懲教行政長官的工作簡報中 特別不點名提到曾蔭權 去年被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翻查廉柱網頁去年接獲貪污舉報大升18個百分點 但上半年舉報個案只上升3% 不過曾蔭權下半年落獲後 舉報數字就急升了 成大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認為 貪污投訴增加和曾蔭權被控肯定有關 加上之前成功起訴前政務司司長許氏仁 兩宗重磅級案件反映廉柱打擊貪污絕不手軟 大大挽回市民對廉柱的信心 我WenTV東網電視新聞台給大家